模拟景深影像制作 模糊收藏管 所谓的模糊就是将轮廓分明的线条拼滑化 让影像能够看起来有一点薄雾且湿焦的感觉 来凸显主题 在Photoshop CS6当中新增了 景色模糊、光圈模糊 以及倾斜位移三种模糊滤镜 这三种滤镜可以为影像套用不同的模糊效果 来增添更丰富的表现 首先我们要先来说明的是多点式景色模糊效果 我们要透过景色模糊滤镜 在影像上建立多个模糊涂钉 然后再针对每个涂钉设定不同的模糊量 这样呢就可以让影像拥有多点式的散景效果 那在制作之前呢我们先来浏览一下完成作品 那在完成的作品当中我们会将这一张影像的背景设定模糊的状态 最后就会再调整模糊涂钉 让这个鸽子呈现更加的清晰 那大概浏览了作品的完成结果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来实际进行来操作 请您先开启09-02a.jpg这个影像来进行练习 我们是要透过进入模糊工具面板当中来调整模糊的强度 还有来调整模糊涂钉的位置 那在开启模糊工具面板之前我们先来复制一个图层 请您选按Ctrl加这一键 然后将这个图层重新命名为景色模糊 再来请您选按滤镜 模糊 景色模糊 这时呢它会开启一个模糊工具的面板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调整模糊涂钉的位置 请您将滑鼠指标移植到这个涂钉的中心点时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将它拖曳到影像的右下方 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再放开滑鼠左键 然后在模糊工具当中的景色模糊 来设定模糊量为18 再来呢我们要来新增一个模糊涂钉 翻例当中呢我们要让背景呈现模糊的效果 那在背景的天空上方我们要再增加一个模糊涂钉 然后再来调整它的模糊的程度 那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左边天空 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按一下滑鼠左键 这时它会再新增第二个模糊涂钉 然后您在模糊工具的面板当中设定模糊为20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影像会呈现全部模糊的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凸显主角 然后让它呈现更加的清晰 那请您先将滑鼠指标移植到鸽子尾巴的前方 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然后按一下滑鼠左键 这时会再新增第三个模糊涂钉 然后您可以在模糊工具面板当中来设定模糊的数量 您可以透过滑鼠拖曳的方式 然后来调整模糊的程度 在这个翻例当中我们要调整模糊的程度为0 再来我们要在鸽子的脖子的地方 加入第四个模糊涂钉 然后一样设定模糊量为0 设定好之后 最后在选项列当中 选按右边的确定钮 这样呢就完成了景色模糊的设定 您可以在景色模糊这个图层前方 选按可见度这个按钮 来比对一下设定后跟设定前的效果 再来我们要来说明的是 多点式光圈模糊的效果 在光圈模糊效果当中 可以为影像设计上多点式的景深 一样也可以建立多个模糊图丁 轻松来制作出相机难以呈现的效果 那在开始制作之前 来先浏览一下完成作品 在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会将背景设定为模糊的状态 然后只保留身体以及手部的地方 视为清楚的状态 浏览了完成作品的呈现效果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来实际进行操作 请您开启09-02B.ZPG 这个影像来进行练习 那首先我们要来先加入光圈模糊 这个滤镜 然后要为这个影像设定合适的模糊程度 请先选按Ctrl加Z键 复制一个图层之后 重新命名为光圈模糊 然后呢请您开启滤镜 模糊 光圈模糊 这时它会在模糊工具当中 显示光圈模糊的这个选项 请在模糊工具面板当中 光圈模糊设定为18 设定好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调整模糊范围以及位置 那模糊图丁中心点会让影像 以最清楚最锐利的状态来进行呈现 而四周则是模糊效果的淡化区 您可以透过白色圆点空点来进行调整 那外框线之外就是整个模糊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来调整的是 模糊范围的宽高以及位置 然后来凸显人物的呈现 请您先将滑鼠指标 移植到中间模糊图丁 然后将它拖曳到 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接着呢您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模糊图丁右上方的这个框线当中 呈现两个黑色的小箭头时 往上拖曳 它会以正比例的方式来缩放大小 再来呢我们要来调整的是 模糊图丁的角度 那请您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左侧方形的空点上 它会呈现一个弯曲的 双箭头时 然后请您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往下拖曳一些 然后再往左拖曳一些 来调整角度以及宽度 调整好模糊图丁的大小以及范围之后 接下来要来调整的是 模糊淡化的程度 一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模糊图丁的 右侧圆点的控制点上 然后您再按 键盘上的AUTO键不放 然后往右拖曳一些 让衣服能够更清楚一些 那请依相同的方式来调整 圆形空点模糊淡化的程度 调整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 新增模糊图丁 为了是要让主角的脸部 以及手部可以更加的清晰 我们要再新增三个模糊图丁 然后来调整模糊图丁的程度 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中间脸部的位置上 然后按一下滑鼠左键 这时会新增第二个模糊图丁 然后您可以大概调整一下 它的位置之后 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右下方的这个框线上 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以正比例的方式来说 放这个图丁的大小 再来呢 再来呢我们要来调整 脸部的模糊淡化效果 那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右侧圆点的控制点上 往右拖替一些 这时你会发现 拖替这个空点的时候 另外三个空点也会跟着移动 再来我们要在 左下方的手的部分 增加第三个模糊图丁 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左下方这个手的上方 按下滑鼠左键 新增第三个模糊图丁之后 您可以拖曳四周的方形空点 来调整 模糊图丁圈选的范围以及角度 调整大概是这个位置上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调整 模糊淡化的程度 一样按着 Auto键不放 来分别拖曳四个圆形空点 调整模糊的程度 调整好之后 我们要再来调整 另外一只手的模糊程度 请将滑鼠指标移植到 另一只手的位置上 然后按一下滑鼠左键 新增第四个模糊图丁 然后一样调整 模糊图丁圈选的范围以及角度 调整大概这个圈选范围之后 接下来一样来调整 模糊淡化的程度 一样按住Auto键不放 分别来拖曳上 左跟右方的圆形空点 调整好之后 让整个手部手指 以更加清晰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完成了四个模糊图丁的 建立以及调整之后 最后请在选项列当中 选按确定钮 完成光圈模糊滤镜的设定 塑造玩具模型移轴摄影效果 你有听过移轴摄影吗 就是可以将影像呈现 以如同玩具模型般的程式 或是群众缩影 在Photoshop CS6当中 新增了倾斜位移的滤镜 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滤镜效果 来一起打造一个小人果的世界 那在开始制作之前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完成作品 在这个作品当中 首先我们会先来运用色接 以及自然饱和度两个功能 让这一个影像的汽车 颜色能够更加的鲜艳 这样在制作玩具模型时 会比较逼真一些 然后最后会透过 倾斜位移的滤镜 来调整模糊状态 能够以淡化建成的方式 来呈现 将原本停在停车场的汽车 可以模拟出一个玩具模型的那种感觉 那浏览了完成作品的结果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实际来进行操作 请您先开启09-02C.jpg 这个影像 首先我们要先为这张影像 来加强影像的鲜艳度 那请您先选按Ctrl加这一键 然后为这个图层重新命名为鲜艳度 输入好图层的名称之后 请选按影像 调整 色阶 设定最亮点为 大约是210的这个地方 然后中间调大约是0.70的位置 设定好之后再按确定钮 这时您可以跟背景图层来做比较的时候 会发现 颜色有比原本的影像更加的鲜艳一些 再来我们要透过自然饱和度来再加强一下 影像的色泽 那请选按影像 调整 自然饱和度 然后在这个对挖方块当中 设定自然饱和度大约是80左右 然后下方的饱和度设定为 大约是10这个数值当中 然后再按确定钮 这样呢就完成了影像鲜艳度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要来加入 倾斜位移滤镜的效果 那请您在图层面板选取 鲜艳度这一个图层之后 再选按Ctrl加Z键 再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重新命名为 倾斜位移 设定好之后 请选按滤镜 模糊 倾斜位移 这个选项 然后 请您在模糊工具的 倾斜位移的选项当中 设定模糊程度为18 那设定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来调整 模糊的范围 可以让原本的汽车 可以更像模拟的玩具 那请您先将滑鼠指标呢 移至到上方这个白色的实线上 然后来调整一下中间汽车的模糊范围 那我们要往下拖曳一些 大约是这个位置上 好 然后调整之后 我们再调整下方这个白色实线 然后一样往下拖曳 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可以让这个中下方的汽车更加的清楚 再来我们要来调整 是模糊淡化的程度 那请您先将滑鼠指标 移至到上方这个白色虚线上 然后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将它往上拖曳 移至到大概是这个位置上 然后放开滑鼠左键 让这个模糊的程度有淡化漸层的效果 再我们要调整下方这个白色虚线 我们要将它往下拖曳 大约是已经超出影像的这个范围 然后放开滑鼠左键 让中下方的汽车模糊程度 也有淡化漸层的效果 那设定好之后 再选按选项列 右侧的确定钮 这样呢就完成了模拟玩具模型的效果呈现 如果说您觉得你的模糊效果不够完美时 您可以再增加模糊图钉 然后并且您可以 依着影像的景物 来调整模糊图钉的位置以及角度 让这个影像能够呈现得更加的完美 以上就是模拟景深影像制作 模糊收藏馆操作说明